NEWS SEGMENT 打假和獎勞 就在今天各大新聞都被兩件事情給佔滿 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卡達世界杯足球 我相信現在非常多人都在看嘛 那第二件事情也就是大S跟汪小菲的事件 其實我真的坦白說啦 我對於兩個人的感情事情我真的沒什麼興趣 但是為什麼我今天要把這個拿來檯面上面討論 也就是我已經看到島內媒體又在那開始 要往著政治的方向操作 什麼叫政治的方向 也就是又要開始報導一堆新聞啦 感覺好像又要把大陸的網友當作腦袋有問題啊 然後讓島內的這些小絕心們在那笑啊 然後又要覺得什麼小粉紅崩潰啊之類 我真的我覺得蠻佩服的耶 連卡達世界杯足球都能開始寫新聞在那酸大陸 甚至今天汪小菲跟大S的事情 那太好啦一個台灣一個大陸嘛對不對 又可以拿來操作 我真的覺得島內以後真的是把自己推向地獄 真的留一點你的彼得吧 一般都講口德啊留下你的彼得吧 然後整天寫這種新聞人家一看就知道 又想要來操作好像兩岸議題 然後又想要去操作讓台灣覺得好像大陸 都腦袋有問題我真的翻爆白眼 因為我今天就看到很多媒體的標題都在想 啊說好的生活費不給啦 法院財準大S查封汪小菲的資產啊 本康掌握啊 以和這個韓國藝人啊 戴婚的大S啊指控汪小菲啊 為旅行離婚協議啊 3月起不再支付他生活相關費用 至今啊 欺欠於500萬啊 由於市政明確法院以裁准 王小菲在台資產確定 將油部分會被查封啊 週刊去年11月22日獨家報導 藝人大S啊告禁法院 訴請與這個汪小菲離婚啊 後來啊法官啊調解下和解離婚啊 原本兩人預計離婚三個月後才宣布此事 但因為本刊曝光啊 隨即委任律師發出共同聲明啊 提早解除這婚姻關係 當時啊 雙方對近10億元的家產 也達成分配協議啊 由王小菲按時支付大S 每月數十萬元的生活相關費用 那不過啊 大S指控今年3月 他和韓團的庫隆成員啊 再婚後啊 王小菲啊即違反離婚協議 不再支付他生活相關費用 這件事情很兩極化嘛 因為畢竟大S也是馬上再婚 身為男性啊 當然會覺得很怪 也不用說身為男性啊 女生也是一樣嘛 如果你跟你老公一離婚 然後你老公馬上再娶一個 這個確實會比較麻煩 但是各位今天看這個角度啊 已經不是單純在看兩個人的婚姻了 今天已經變成兩岸了 什麼意思 因為我今天有看到很多島內的民眾在那留言啊 很明顯就是有一些意識形態嘛 有些人就覺得啊 你們當時談好怎麼樣就是怎麼樣啊之類的 但是有些人又覺得說 大S你現在又再婚了 這個庫隆是要由汪小菲也來幫忙照顧嗎 因為今天汪小菲也有提出回應嘛 因為他有拿出有支出的明細嘛 然後他有在微博上面就寫說 他在過去一年是為了小孩啊 然後不管付電費司機阿姨 都是我在開工資的 孩子的錢學費生活一分不少 另外我們是共同撫養 他們沒有權利去阻止我看小孩 所以汪小菲也有回應 然後哇大家當時看到支出明細 也是滿傻眼的啦 人就覺得哇怎麼電費可以用到9萬多 甚至裡面不管管理費啊 或者是學費註冊費嘛 然後我們看到總支出4000多萬 這真的不少啦 我也不去評論 因為這個太兩極化了 有些人會覺得法律的層面 好像大S比較能站穩腳步 那以另一個層面 又有人是覺得我是挺汪小菲 因為他們覺得大S好像 怎麼一離婚馬上就再嫁了 這是不是事前都已經醞釀好 都已經準備好了 當然啦又有另一方面的人就會說 反正講好就講好就是這樣嘛 但是我個人看到那些留言 我會覺得那些說 所謂講好就講好的 很多都是帶有一點意識形態 因為他們對於汪小菲 就是覺得就是個中國人 為什麼韓國人說就是個中國人意識 就是他腦袋已經是意識形態了 因為我也講過很多絕青 常常都會說哪來的大陸 非洲大陸嗎 或美洲大陸嗎 為什麼要叫他們大陸 要叫他們中國 就是想要把它變兩國論 他那些留言你就會知道了 如果想要問為什麼要叫大陸的 那你先去問問陸委會 為什麼還不改名字還不廢掉 這種廢話就不用再問我 這種只有無知的人才會一直再去講 這種很好笑的 但是各位為什麼我今天會說 汪小菲他的這個事情 已經昇華到兩岸了 因為我今天看到媒體 在那討論因為汪小菲放話說 他要來台北嘛 結果啊 媒體馬上跑去問什麼 這個新聞標題就寫 汪小菲放話 明飛來台啊 能入境嗎 陸委會啊 一句話給答案啊 那這個陸委會副主委 邱錘正表示啊 對外觀光旅遊 要中國大陸核准 目前還未開放啊 但是因為汪小菲的小孩都在台灣嘛 所以當然汪小菲可以用這個探親的名義來嘛 那所以邱錘正又說啊 對外觀光要大陸核准 目前還沒開放 但已經開放以探親的身份來台 可是辦理手續需要幾天時間 要先跟移民署申請 不可能說今天講明天到 當我一看到這種新聞啊 然後又有陸委會跳出來 我就覺得有點怪 不管是不是記者去問 結果各位我一聲挖下去啊 我就看到媒體真的就開始又在操作那同一套 尤其很愛搬出什麼 陸網友轟啊 誤陸網友罵啊 你就知道又要搞什麼 又要搞好像 又要把大陸人好像當傻蛋了 尤其你看這則新聞就寫啊 汪小菲開戰S家啊 陸網友轟爆是吧 既得多灰床墊啊 說光頭能用多少水啊 萬人笑瘋了 何謂萬人笑瘋了 誒你惡力蠻厲害的誒 你怎麼知道萬人網友笑瘋 你就是拿一個戰術 然後就說萬人網友笑瘋 你這種不是假新聞 你那是什麼新聞啊 他說微博網友整理一連串汪小菲發文 汪小菲當時公開去年11月來支出的名氣啊 只見他支付大S年4000萬的家用費啊 大S和這個庫隆啊 新婚後的豪宅水電費啊 9個月來高達20萬 而文章曝光後啊 有的網友就調侃你看 就開始 各位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些新聞尤其綠媒長期用這種方式寫 也就是要把汪小菲好像 他就是代表中國 然後大S現在又可以代表台灣了 待會給大家看過去大S是怎麼被罵的 有的大陸網友就調侃啊 一個光頭能用多少水電費啊 洗個臉就順便洗頭來 不用吹頭髮你看 綠媒超愛用的 就是要把汪小菲現在用的很像 腦袋有問題啊 然後間接用著他的這個身份 因為他是大陸人的身份啊 大家一起去嘲笑他 大家就覺得大陸人很可笑 所以為什麼常常你會看到 很多這種決心啊 整天在笑大陸啊 都是這些媒體長期操作的手段 然後甚至說啊 叫汪小菲回台灣啊 記得把床墊一起帶回來 各位你有沒有去想過這些留言 為什麼這些媒體 每一次就是盯著這些留言 因為你要知道啊 島內網友很吃這一套 他們最愛看所謂小粉紅留言 尤其你也可以看到反中的網紅 常常就會拿出什麼小粉紅的留言 或者最近這些綠配們 也很愛拿出所謂小粉紅的留言 他們都拿不出央視講什麼 他們拿不出央視的評論語 對於島內有什麼造謠 他們也只能拿一個大陸的網友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大陸 甚至我們有時候就覺得 民進黨的網軍不斷被抓出來之下 這些是不是他們去反串啊 所以你們要知道這些人長期都是這樣搞 然後綠媒另一則新聞就寫啊 王小菲全面開帳 陸網友嗆他一句太中肯 2.7萬人敖勝笑翻 你看又是同樣的這種 又是2.7萬人 只按讚然後他又可以寫笑翻 那是什麼留言呢 說啊啊這個做核酸了嗎 一個留言竟然可以成為 島內超大媒體惡例的新聞 然後又成為標題 那背後原因是 因為這些所謂他們自稱小粉紅的留言 可以讓島內的民眾 會覺得大陸好像整個就是很低能 這就是他們長期操作的手段 你看連汪小菲的事情他們也能來操作 各位更好笑的來了 連世界杯足球 這些媒體也都能同樣的套路操作 陸大使稱啊 中國大陸元素照亮四組啊 網友很酸啊 大陸隊被分到師公主啊 你看那台灣隊呢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嘴炮組啊 各位朋友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則新聞更好笑 因為近期島內的籃球聯賽 哇 呱旗旋風嘛 因為有一個NBA巨星魔獸 霍德華來到島內打球 說啊魔獸落腳寶島啊 大陸網友認了 比較自由啊 你看 一些全部都是這樣寫 大陸網友認了 哇大陸網友覺得汪小菲 哇這個要不要做核酸 所以 為什麼有時候 你們會覺得這些島內的人 尤其絕青或什麼流言 會讓你瞠目結舌 也就是因為他看你的角度 因為他長期被這些媒體洗的 已經完全覺得好像大陸人都是低能了 所以他的留言也跟著低能 那殊不知 人家今天都有太空戰也辦過奧運了 台灣 對不對 還有一則新聞就寫 吃相難看歐陽娜娜 浴袍一間賣 將近四千塊台幣 然後粉絲清醒 他瘋了嗎 你看 人家要賣怎麼樣 那是他家的事啊 各位 沒有人買 是要他自己承擔 為什麼還要特別寫粉絲清醒 就是要讓這一些在大陸發展的 好像要讓島內的民眾覺得 我絕對不要跟大陸有任何關係 要不然我會跟他們一樣 好像被人家笑啊 覺得是低能 其實這些小小的東西啊 都是大大的關鍵啊 所以今天韓國人 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這些內容 你們就知道 為什麼島內的民眾 會是適不得心 連一個說大陸的銀行 都倒的一個頻道 都能被這些綠媒拿來用了 你覺得他們的下限還不夠多嗎 看看這些新聞怎麼報導 誰是低能就很清楚了 你們三個 connected 對 太不夠人了 柠檬 Mark 我們